創意比財近在運通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堅 今天成交量剩下740億 成交量剩740億 最近都700多億的行情 個股每一天漲的 漲停的 跟前一天 跟大前一天都不太一樣 每一天漲的股票都不一樣 因為成交量不夠大 因為成交量不夠大的情況之下 你怎麼操作股票 你一定要先做好準備 當你看到股票漲了之後 你才去追 這可能是過去的做法 過去的做法 是你看到它漲趕快去追 但現在你去追的股票 不一定會賺錢 大部分會賠錢 所以我策標給大家寫 凡事遇則利不遇則費 翻成白話文 先做準備的你才會成功 如果你不做準備呢 那就不用看了 如果你都沒有事先準備好 那就很難 你基本上就是這樣子了 對不對 那什麼就要先做準備 那我跟大家講 今天有一檔股票叫4803 好 這檔股票4803 今天跌了12塊 好 這檔股票今天跌了12塊 我可以跟你講一件事情 這檔股票除了你看我的節目 在今天的盤頭節目 你可以看到VHQ這檔股票之外 你再也看不到它了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檔跌的股票 它並不是漲的股票 既然是跌的股票 就不會有人分析它 但是我們做股票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VHQ中國電影電視廣告黑馬 12月15號它還沒掛牌 VHQ剛掛牌的開盤價是多少 145塊 145塊 對不對 這一定要買進開始漲 繼續再漲 接著繼續再漲 好 當今天壓回來的時候 這是個關鍵的轉折 請問是要賣出還是要買進 要賣出還是要買進 今天這個價格151塊 只比它剛掛牌的時候 貴了6塊錢 你說你要買還是要賣 大部分的人會說要賣出很簡單 因為你是看到漲了之後你才去買 對不對 你看到漲了之後開始去買 跌下來自然要停損啊 所以如果你是跟別的分析師買 FVHQ的 我可以大膽的預測 它會請你停損 請你停損買其他的股票 那你好好一檔股票 為什麼今天要停損 如果你是開盤 這個還沒掛牌之前 你就看好 你買145塊開盤這個價格了 今天這個價格又回到你的一個 相關的價格裡 為什麼這個價格要停順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是用追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簡單喔 今天除了你看我節目之外 不會有人跟你講VHQ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只跟你講漲的 但是如果你每一天都只要追漲的 那你再多錢也不夠輸 你比較多錢也不夠輸 我跟大家說真的啦 現在成交量才700多億而已 你要不要看說你未來會不會賺錢 你從現在開始看 你從現在輪動很快的時候你開始看 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股票 知道什麼叫做股票 來這個 歐美大咖私募基金來台尋寶 我先前 跟三立財經台邀訪的時候 早盤開盤 9點15分20分的時候 剛開盤的時候 主持人都問我說 尤達怎麼看 我都說你要爆炸 我不是掌聲還跟你講的喔 這是重點喔 我跟你說什麼 尤達明年折舊可以減30億 今年賺錢明年賺錢 3481群創 就這時候盤中連線喔 我說什麼 他的折舊明年喔 你記錄新的資本支出之外 之後 群創新的所謂的折舊可以減少100億 所以明年還是會賺錢 那禁止是多少錢 不用我講給自己看 現在尤達群創是全市場最熱的股票之一 那我就跟你說 當大家都知道 尤達都知道群創的時候 那我跟你說 你又要領先別人一步了 又要開始領先別人一步了 來 什麼叫價值型投資的首選 價值型投資的首選 你說尤達很便宜 你不要騙自己好不好 尤達在跌的時候 你會說他很爛 是因為漲了你才說他很便宜 對不對 你為什麼知道尤達很便宜 是因為面板雙虎蝶現金很多 你看到《記憶日報》 《記憶日報》告訴你 尤達的總市值有800多億 帳上現金有769億 你看到這個數字你覺得合理 但我請問你 你是不是看到他漲了你才想賣 但如果可以領先別人一步 你現在當行情輪動很快的時候 你要鎖定什麼股票 我們講真的 每一天漲股票都不一樣 它是輪來輪去的 可能未來兩個交易日 三個交易日之後 又漲生計股 剛好你生計股又賣掉了 對不對 先前漲VHQ的時候 你去追VHQ VHQ跌下來的時候 你去砍VHQ嘛 所以量少的時候 你要提前別人做布局 來這一單股票 帳上現金有56億 56億到底多還是不多 它的股票總市值只有20億 我們看一下2448的金店 看一下2448的金店 金店股本110億 那它的總市值這樣乘起來 大概是300億 總市值300億 那請問金店手中現金有多少 手中現金有80幾億 沒有多少不到100億的現金 大概總是只有300億 這一家公司呢 帳上現金有56億 總市值在20億 每股禁止算了4.8元 股價15塊多 本益比2.7倍現金殖利率 26%的現金殖利率 這個是證券交易所公告的 來 台灣證券交易所 台灣證券交易所 如果你把股票代碼在這個地方 你把它輸入進去 輸入進去這一家股票 它就會這裡跑出來 跑出來之後 它就會告訴你說 它的日期 每一天的日期 它本益比是多少 來我們這裡大一點點 這地方它會告訴你說 12月21號它本益比只有2.7倍 現金殖利率26% 股價禁止比0.13% 只要你把代號輸進去 它就會出現在這裡 對不對 好 那你說這種股票去年年底一次漲了1.7倍 你也可以在這裡買 你也可以在這裡買 那你也可以在這裡買 你也可以在這裡買 只是看你什麼時候知道而已 對不對 看你什麼時候知道而已 我跟他講 行情真的不是很好做 就是因為不是很好做 你才能夠看出來 到底你的操作的策略 你一路以來操作的模式 對或者是不對 對或者是不對 所以很多人告訴我說 現在要趕快買太陽冷 真的啊 好那我請問你 你要買太陽冷 來 這預金 這個是7月多 預金先放空 接著8月的時候 13.2買金 你不要等到都上來之後 才跟我說預金有多少 這不是廢話嗎 13.25元買進這裡 下修之前先賣掉 然後買完漲上來 這裡是不是又整理 再賣一次 13.25元買 然後漲上來到這裡 然後15.3元再買一次 再漲到這裡 23塊錢再買一次 再漲到這裡 26塊錢再買一次 32.6元 每一次的下修都有避開 這裡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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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你 太陽冷怎麼做 啊 看到漲才去買嗎 那沒有漲的時候 你怎麼說他 他沒有漲的時候 你怎麼說他 爛股票嗎 就說友達跟群創 你都是這樣看他的嘛 對不對 但沒有漲的時候 這裡先賣掉 那這裡再買 這裡再買 這裡再買 非常的清楚 沒有模擬兩可 沒有說什麼條件成立之後才能買 沒有這種事情 這裡就是多看得懂 這裡就是多看得懂 這裡就是空賣掉 這裡就是多看得懂 這裡就是空賣掉 這裡就是多賣掉 這裡就是多賣掉 才會贏 那萬一行情不好 萬一行情有轉折 一樣 萬一行情不好 萬一行情有轉折 來請看 這檔叫三二三四的光環 三二三四的光環 不是沿路做多 不是沿路做多 這裡請你放空 跌到65塊錢請你買 漲上來可以賺六成 這裡修正先賣一趟 再買回來再賺 接近兩成多 對不對 好來仔細看喔 這裡漲上來這裡漲上來 要下跌之前請你避開 要上漲之前再買回來 要下跌之前再避開 來三二三四 今天你知道為什麼光環會跌了吧 為什麼 因為投信在賣 那你能夠領先在這個地方先賣 對不對 你先賣掉嘛 不然就這裡先賣掉啊 要不是這裡先賣掉 啊不是沿路空喔 是這裡買喔 來仔細看喔 這裡買上來 這裡買上來 放空下來 桌樓上來 放空下來 未來行情 可能不會有很大很大的變化 在指數的部分 但是在個股的部分 它會有很大很大的變化 一些漲了很多的股票 很有可能接下來 都會陷入這樣子的模式 都會陷入這樣子的模式 漲很多的股票 未來都會陷入這樣子的模式 但請問你 如果你能夠 在下跌前先賣 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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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那你不用擔心什麼時候下修嘛 你也不用拆什麼時候下修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真的我跟大家講 好或者不好 不要說我自己講 好或者不好 你可以自己來驗證 你可以自己來體驗 這叫操縱 這裡是不是你放空下來 那這裡都沒有拆高點 我們不拆高點 不拆高點 對不對 不拆高點 這樣子六成 這樣子百分之六十八 你都不用做任何的事情 你只要這裡賣掉 這裡買進 這裡賣掉 這裡買進 這樣就可以了 對不對 你過去的技術分析 你過去的波浪理論 你學的再多 你都可以留著自己用 你只要用看的 做多上來 做多上來 這樣子就賺多少 我請問你 一檔股票可以賺六成 再賺六成 很難嗎 不需要求神問福 不需要買那種什麼很奇怪的東西 對不對 你只要跟著做就可以了 那要跌的時候他還會跟你講 對不對 要跌的時候 像這個 FGIS 要跌的時候 是不是要跌了 是不是要跌了 出這個箭頭 對不對 六四五六 是不是出這個箭頭 是不是還沒有說 是不是要這裡 不是只要會買耶 你要會賣耶 一百五十四賣掉啊 對不對 一百五十四賣掉啊 是不是要這裡 來 這個蒼泰 一五四一 你看喔 箭頭是七十塊 七十塊是六十六塊八 七十塊是六十六塊八 股票要怎麼做 你要自己做決定 為什麼 這天是七十 七十 你沒看錯 這是六十六塊八 好 那仔細看喔 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三十八 從七十跌到三十八 如果你沒有在高點賣掉 你未來你都很難找到一個點會賣 這裡掉下來 你想賣高一點 就只有這一支漲停 接著之後他又往下了 又拉起來 你想等多一點 抱歉 你只有一個方式就是賣在這裡 這裡是七十 今天是多少 三十八 那你說老師 蒼泰之前成績量很大 當然啊 在漲的時候成績量很大 在底的時候都沒有量啊 那你怎麼知道你要不要賣 是不是 沒有模擬兩可 對不對 絕對如假包換 不可能有任何 這個是當下就跑出來的箭頭 當下跑出來的箭頭 直接跌跌到線上 我跟他講 接下來行情會不會很好做 如果成績量很小 他還是會維持這樣子輪動的架構 還是會維持輪動的架構 那既然是輪動 你就必須比別人更多的一個準備 你在買進個股也好 你在操作的時候 你是不是有一套好的操板工具 它可以輔助你 用很清楚的方式 告訴你現在是做多 還是現在是要放空 對不對 有些人說現在我想放空 那請問什麼股票可以空 你一看就知道 你一看就知道 對不對 來 這個我不好意思講 這個我真的不好意思講 這是公司說的 公司說的 就是這樣子 這是公司說的 這個內容我也覺得很訝異 但既然公司是這樣子說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問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接下來行情裡面 你要幫自己做好最好的準備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階段再回來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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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獲利的一手資訊 区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 賺錢不斷重複 合約不顧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輪圓投顧 智股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理財新革命投資新思維 改變就從現在開始 選隊團隊輪圓投顧 為您精準掌握投資新買動 選擇輪圓讓您財富輪圈 無專線02-2321-9933 02-2321-9933 掌握獲利的一手資訊 区別賠錢的二手訊息 操作不再忙碌 賺錢不斷重複 合約不顧蔡老師 讓您輕鬆累積財富 讓您所看到的績效 變成您口袋裡的鈔票 合約不顧 智股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投資自己潛力無窮 現在訂閱理財周刊 一年52期 限時加送8期 總共60期 只要8188 詳情請洽 訂購專線02-2392-6680 02-2392-6680 請您或上李州網站查詢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感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得拍器密窗 最近成交量都700多億 所以每一天上漲的股票都不太一樣 先前漲到太陽能族群 很有可能以後就不會再長了 那如果不會再長 那請問太陽能族群 什麼教會是最好的賣點 什麼教會是最好的賣點 今天長這個 明天長這個 對不對 那現在長友達跟群創 那請問是 之前有沒有長友達跟群創 沒有 完全都沒有 那這樣子的輪動架構 你怎麼去抓 你絕對不是看到它長上來 來 你看喔 這張叫今天 這個圖你保證看過 這張圖你一定看過 27塊3請你賣掉 跌到21塊 你可以省下6塊錢的一個空間 再請你做多往上 再請你放空往下 再請你做多往上 再請你放空往下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 都沒有賠過任何一筆 就是這麼簡單 下跌錢 它不是一個趨勢喔 你看喔 這叫操縱 它是趨勢 它是趨勢 我們不會請你拆高點 不會給你亂賣 不會給你亂賣 對不對 可以賺多少就賺多少 可以賺多少就賺多少 但是問題來了 不是所有股票都是漲這樣啊 不是所有股票都漲這樣啊 大部分股票都漲 像金電這樣啊 先跌一段再漲一段 再跌一段再漲一段 再跌一段再漲一段 那這個地方也不是最低一點 但是是起漲點 這是起漲點 這是起漲點 這也是起漲點 你仔細看喔 2448 來 是不是這樣 它是不是這樣 下來上來 下來上來 下來 那請問買哪一天 買這一天嗎 買這一天 這天 這也對啊 對不對 這也對你買這一定賺錢啊 那如果你今天看到 今天大漲你才去買 那今天就變這樣囉 那要想清楚喔 你看到它今天大漲喔 所有的新聞都是好的喔 對不對 那今天就變這樣啊 那買來一天 買這一天啊 買這一天是一定賺的啦 對不對 買這一天啊 不是買這一天喔 是買這一天喔 啊為什麼不是買這一天啊 因為你要買這會賺錢的兩位嘛 對不對 這裡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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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賣嘛 是不是全部都賺 只要都賺就可以了啊 你也不用今天去追經店嘛 對不對 來 一起看看 這叫F風響 是不是一樣 F風響一樣啊 漲上來之前請你做多 要掉下來之前才請你賣 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啦 其實 很多人有操盤工具 很多人有操盤工具 但是大部分的操盤工具 它都是要參考很多個指標 你手中有操盤工具 麻煩你拿出來看 你是不是要對照很多個 位置要對照很多個 就是因為它一兩個指標是不準的 一兩個工具是不準的 從來沒有人可以做到像我們一樣 一個工具可以做到這麼的清楚 這個這麼清楚 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很清楚 光環啊 它漲的時候你都是做多的喔 但要跌之前你都是放空的喔 啊這有多重要 這很重要啊 萬一預金要下來 你會不會空 你怎麼知道預金來的要跌 這以下跌之前是不是可以空的 這上漲是不是可以多的 所以你不會亂放空嘛對不對 很多人說要放空 因為你做多做不贏 所以你要放空 這沒有錯 你的想法是對的 因為你做股票你都沒有贏錢 所以你要放空 這是對的 但是你放空你不能亂空啊 對很多人告訴你空空空空 啊都空什麼 空強勢股也要加 空弱勢股也要加 空友達群眾也輸 對不對 啊空大宅股票你也賠啊 你空預金也賠啊 可是我會叫你空預金嗎 不會啊 啊什麼時候自己空 115塊自己空嘛 而且我們的超版工具 還不只有這樣子的功能喔 不只可以 跟你看得這麼清楚喔 它還可以告訴你 來這一檔叫華眼 你看看 8446 130塊出現一個箭頭 131塊出現一個箭頭 短短三天的交易日 131塊錢請你賣出 今天華眼8446 是不是 收最低112 你可以賣多少 賣131 131是這個漲停板之上喔 131在這裡喔 華眼喔 對不對 那四貨來看 這裡是不是最高 對啊 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112嘛 那128漲停板 也還沒有131啊 對不對 131請你賣 你的超版工具可以加嗎 那如果會準 那我請問你 5269你要不要賣 我問你啦 要不要賣 5269你要不要賣 5269你要不要賣 今天才下來的啊 對不對 之前都這麼強啊 好來 我跟你講 翔說 200 這個地方是你賣 好 232塊錢你賣出 232哪一天 這一天 這檔 232 出現一個賣訊 出現一個賣訊 當它反彈到這個地方 就是你第二次最好的賣點 你232賣掉 你不用理它了 今天208 對不對 先掉下來 最低208 收盤209嘛 假設一檔股票 差個1塊2塊 你做10檔股票 就差個10塊20塊 更換有一些股票 它不是差1塊2塊啊 對不對 更換有些人 我們在賣的時候 你在做多啊 對不對 人家叫你放空 你在做多 人家在做多 你在放空啊 是不是 所以這個會有 很大很大的差別 會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我跟大家講 成交量很小 對不對 成交量只有740億 740億的成交量 你怎麼幫你自己準備 你怎麼幫你自己準備 凡是準備 就能夠成功 那不準備的話 就不太好 那現在大家都沒辦法準備啊 對不對 看看美國盤啊 看看什麼的啊 接下來再看你手作股票 那你根本就是個貸宅的羔羊嘛 等著被人家宅 人家資金 今天買這一檔 明天輪這一檔 後天輪這一檔 過幾天又買生技股 那可能你的生技股 又都賣掉了 對不對 那萬一整理完之後 又往上走了 萬一你賣掉了 又是最低點了 那你會不會覺得你很歐 會啊 為什麼 因為今天151塊是不是跟開盤價是不是一模一樣 類似啊 那你這裡買到這裡可以賺了快30幾塊錢耶 那你偏偏不要 你買在這裡 你今天掉下來說你要砍掉 你會不會覺得很離譜 你這樣子買可以賺30幾 如果你買這裡 你砍這裡 你現在要賠30幾塊 你有多少30幾塊可以賠 你有多少30幾塊可以賠 你不用賠你還可以賠 真的 哇 你說 我跟你說 你手上有這一檔的 今天不會有人跟你介紹了 如果手中你有這一檔的 不會有人跟你介紹了 因為他現在是跌了 他就在大漲的時候 有人會跟你介紹 但是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在他沒掛牌之前 我就準備好了 對不對 回到這個地方 到底接下來關鍵動作該怎麼做 關鍵動作該怎麼做 我們也選好現階段 你買了很划算的股票 是不是 不敢說馬上往上走 但是總有一天 他會往上走 就像友達跟徐創會往上漲一樣 但是他不會往下跌 他只有往上找的空間 就是這麼簡單嘛 對不對 來 聖誕節 大賞 獨家專屬 獨家的專屬 大手筆 好 大手筆 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手筆 很大很大的手筆 相關的問題 你都可以來聽做詢問 你手中有持股問題 也可以來聽做詢問 祝你明天操作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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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3219933 23219933 李财周刊与银家日报 是您最佳的李财双听 缺一不可 现在订阅引记李财周刊 加银家日报 只要9188 更多优惠张案 请立即拨打客服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轮人同步 蔡老师 顺者为王 操盘工具 轻松来体验 工具强 让您获利 手套请来 您一定要知道的好工具 苏波体验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人同步 蔡老师 顺者为王 操盘工具 轻松来体验 工具强 让您获利 手套请来 您一定要知道的好工具 苏波体验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视频道 李宗监工具强 933219933 534319333 1199333 10467 8155 6348 6358 7349 8659 7348 qv6 1 8 8 350